25 歲才來初戀 為了輸人不輸陣 表白之後收到她的Message XX同學表白怎麼算好 她就說 嘩 好臭 喝水脫口罩的時候 這就是我那個尷尬經歷的同款 喂 又是我們G張情侶 我是星榮 我是啟豪 今天又是IG信箱的時間 較早前我已經在IG story 收集了一堆 男女朋友 或者拍拖初期 或者是心儀對象的尷尬事 最喜歡看尷尬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本人已經拋磚引辱了一個 你那個是什麼 我那個等待我就告訴你 現在我們首先就讀出大家的尷尬東西 我想說當中是有些我真的看的時候 我已經笑鬼了 所以今天應該是充滿歡樂的一集 大家可以拿好花生和炮菊 現在我們首先就讀第一個 25歲才來初戀 為了輸人不輸陣 尷尬出盡力 誰知道尷尬到男友流血 這個我的時候是有跟進的 我還訊息給觀眾 我問她是怎樣尷尬到出血 怎樣尷尬出血 我首先問 是初吻來的 是啟咬那方面太用力 還是咬那方面太用力 那個垃圾站 那個垃圾站很臭 那個環境很臭 這個挺好笑的 尷尬流血 下次不要辣 好 這個應該是男生 她說表白之後收到她的訊息 即是對方 心儀對象 就說XX跟我表白 怎樣算好 然後她就說 你是不是發錯 我就XX 就是她想問朋友 哎呀 她跟我表白 怎樣算好 就發給那個男生 嘩 好臭 嘩 你覺得男生尷尬 跟女生尷尬一些 我尷尬一些 我現在是發錯 但你也尷尬的 因為你問這個問題 你不是答應我 那怎樣算好 就是怎樣拒絕好 你明白嗎 一定不是好東西 但不是 我也會問怎樣算好 我猜不到 我覺得這個 紫數十分滿分 有八 我也想找洞鑽 我收不到貨 我都解決了 她都過了 我想她都長大了 咬喜歡的男生 即是咬她喜歡的男生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以為會是輕輕地有個牙齒印 當是我的小標記 怎知道整個嘴唇在她的手臂 喂 那你咬人的經驗不夠豐富 她咬人是不會口水印的 只有牙齒和血印的 這個不是很尷尬 曖昧的時候 如果這樣咬就尷尬 好噁心 大家想起到 你都很鹹 如果有一坨口水在她口 其實是你的舌頭碰到她的皮膚 是的 以我由一歲開始咬人的經驗 這個人是傻的 我很喜歡一件事 或者我很肉緊 我就很想咬 你是原始本能 想要就吃了 我有時都想咬阿Dee 但她太多毛 神經病 但是一坨口水 真是略嫌尷尷尷尬 尷尬指數有6.5 OK 我有5 好 我試過跟一個 曖昧中的男生說 我想告訴你 接著他的Message 打字就將G字 打成短字 我想說你短 這是我第一個看到 這個inbox的時候 我笑死了 你知道G字和短字 如果在促城來說 一個是人口 一個是人也 在電話裡面 或者是你促城裡面 那個耳和口字就在旁邊 手快快打錯 那你好地地跟一個曖昧中的男生 說別人短 這樣就不太好 天大的誤會 這個很好笑 如果一個男生 突然受到一個曖昧中的女生 我就說你短 這個尷尬 那個男生應該笑死 而且很擔心 為什麼你不知道 為什麼要說的 你看看我曖昧著 不是在拍拖 那就慘了 回不了頭 那個形象可能有點毀滅了 不過我個人 就經常打錯字 我很快 我經常心急 懶快 對 那我經常OK 我也打很多次 OK 就打成OO OJ O 都永遠打不到OK 我是打中文 K人 我那天飛 飛 原來OK 是啊 我那天是不是不斷飛 飛了兩次 我給你看看 是真人真事 非非非 打極都打不到 我勸告大家不要經常避免 那些什麼主語婦語 肯定入了藍 我笑死了 入了藍 入了錢也可以入藍 入了錢藍 那就可以了 可以入了藍 下一位觀眾 就說 喝水脫口罩的時候 有個男朋友問我是否生鬚 明明那些是漢霧 我想說 這就是我那個尷尬經歷的同款 就是我小時候 就是跟心儀對象去補習 你知道補習的寫著燈是白光光燈 很容易看完整塊臉的瑕疵 看東西是超清楚 然後他突然上課堂看著我 看著我 我心想 你看著我做什麼呢 是不是要吃吃呢 又怎樣 然後看著我下巴 然後說 嘩你生鬚 然後我 混蛋 我心裡面真的是 What the 那一刻我真的想死 本人下面是有幾條鬚鬚的 你本人下面 你看又來了 我本人下面有幾條鬚鬚 你不是我屈她 下巴也沒有節省字 所以我發誓 我那時候出來做事後 第一份量 我就拿去裝脫毛 第一個脫毛的部位就是臉 全臉 但我想說 我一直都覺得男生是不用脫毛的 但我想發現原來真的有機會有需要 近幾年聽多了男生要脫毛 是的 我就發現原來男生是可以脫鬚的 我真的有些情況是覺得困擾 早上六七點 我已經剃乾淨數根了 然後在午餐時間的時候 那客人過來跟我說 可不可以剃一剃數根 很多人都說今早剃了 所以我又想 既然有這個需要 不如也試一下 因為我問過 她說她只能減慢她的生長速度 這麼多年以來 我大謊說是加入過五間脫毛公司 其中一間我又覺得脫得不錯 真的我真身經歷過 就是叫做Made Delace 現在她們還有一個情人節優惠 在2月6日到28日 一批情侶去 有一個免費的體驗療程 現在有50個 詳情細節優惠就在我們下方的 Caption Box就有 你們自己參考 拍多脫毛也挺新鮮的 Made Delace 其實就是Candella 香港唯一Premium Partner的公司 還有她有一個團隊 叫做CCOE 她是有24小時的一個專人 跟進你們皮膚狀況的一個團隊 那天就跟她再試一次 以後為一個過來人的親身經歷 告訴你 她首先會做一個叫PUA的療程前評估 然後進房間 她會幫你抹掉你需要脫毛的位置 然後她會幫你剃一剃毛 然後她會幫你遮蓋你的眼睛 因為她不想你看到光很容易受傷的眼睛 而且脫的時候 她一定會滑線給你對一對 你現在即將要脫的位置大概是怎樣 然後她會幫你補濕 做一個VOTICAL COOLING 然後就會約你下一次的療程時間 通常四至六次左右 應該都沒有什麼毛 脫得差不多了 那你有什麼感覺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原來真的不同 第二呢 都不是真的很敏感 因為她有幫你塗Cream 叫你平時自己塗Cream OK 還有最好的地方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用呆等她在這裡脫 是呀 剛才那個脫毛 我真的是臨界點 那就十了 約了她打籃球 想表演 握緊藍框給她看 怎知道跳得不夠高 握不緊 跌到地上 很尷尬 這個我非常癢 童年回憶 這個如果我看到 我不是她的心儀對象 我是心儀對象的朋友 我一定指著她來笑 你這些真是臭小孩 不是朋友 最癢癢是什麼 最癢癢是你以為自己很有型 誰知道那一刻太Cream 你的問題就是太有自信 是雙倍樣子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這樣 你明白嗎 就是有塗了 對 還有這樣 這個怎麼看都很尷尬 這個字本來也很尷尬 這個動作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學生生涯裡面 周圍的男同學 是不停地發生的 最經典是什麼 就是打班掣 學界的時候 打算show off 誰知道塗了那些就是最多 我這樣調理來看我打球 是呀 打球給我 是啊 你打球之後 我打球 我打球 你笑得傻了 拍拖第一次旅行 一大堆人邊喝酒邊玩 有一點 我喝大醬 我爆點的時候想叫出來 誰知道順便吐出來 就是有一點的時候 我爆了 然後我 然後就吐出來 最尷尬的地方是 因為你這件事是很4D的 嘩 就是有畫面 還有有氣味 還有聲響 就是你玩一點很近 就是買一次對面 在面上 是很噁心 我自己吐到屎塔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噁心 還要是不小心 被你的朋友的嘔吐物尖到 我真的想 嘩 自己的朋友就笑一下你 罵一下你 如果男朋友的朋友就真的減了 這個會有想混凝固的感覺 但是重點是你吐完之後 是不是馬上走醒 然後好清楚自己發生的事 嘩 這個我給10分 真心 我覺得脫毛是頂峰的話 這個我猜9.5 叫錯他做前男朋友的命 簡而精 又夠尷尬 恭喜 我會生氣 如果是我 叫錯的話 我想是一些情況 你叫得很順口 例如 你以前的男朋友很抵鬧 那你吵架的時候 就很容易 你整天都是這樣 那你就會叫那個人的命 那這個情況應該生氣 都應該生氣的 因為你即是記住他還是記住我呢 如果他聽到你這樣說 而覺得你都挺可愛的話 那我想你們可以一起 永久很幸福生活地下去 愛情真的很盲目 如果說這些甜蜜的東西 你這樣 會更生氣 吵架就好 說甜蜜的東西時是說錯的 是啊 如果你的腦袋不是有他 你怎會叫錯名 對不對 我覺得他這個 就看看你的前男朋友 喜不喜不喜大量 前男朋友喜不喜大量 也不是現在的男朋友喜不喜大 即是已經分手了 好笑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尷尬的分享 我們大大話話說了很多 還有很多 但真的說不完 尷尬經歷是無窮妙禁的 你人生一日未完 你的尷尬經歷就是一日未完 其實我發現 真的很多尷尬的東西 我的touch route就真的少 因為你後面皮 你不覺得自己尷尬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人 口面皮就可以了 我是這樣 我也很手汗 我是想認 但是我混蛋 所以真的無窮無盡 各式各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系列 我定期會開一開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這條影片 看得開心和高興 還有益了大家 大家可以去試試脫毛 解決一下自己的尷尬情況 是的 還有有這麼大的事情 不要緊的 告訴我們 讓大家一起開心一下 大家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給多點留言 還有記得在IG分享多點 多點點inbox我們 沒錯 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是智障情侶耶 Bye Bye 剪剪剪剪剪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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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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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